你好,請問什麼需要為你服務的呢? 這個,我先進去的時候 塞掉了 然後幫你幫我看一下 好啊,我幫你看一下 這個要修也不是不行啊 不過費用還蠻貴的 這不是有寶固嗎? 不能夠出寶固嗎? 針對保固的原則講解一下 因為保固的部分 原廠保固就是針對於非人為因素的損壞 那因為這個部分 遠空拍機我們在飛行撞擊到屬於人為損 這不在它的保固範圍之內 那如果是在飛行中的過程 出現了GPS亂訊 指南針異常 動力消失啊 或是電力突然中斷掉下來 那透過原廠的飛行紀錄 還有它裡面的黑盒子紀錄器 我們可以去判讀是飛行器本體的問題的話 那原廠就會提供一年的換機防護維修的服務 這個部分是屬於原廠的 既然保固這麼麻煩 為什麼我當初不買水貨就好 如果買水貨 你現在來這裡的話 我可能就沒有辦法幫你做任何的動作了 因為如果是水貨 是人為一住 又沒有mine care 基本上 你可能很難送修 送到我們這邊來修 我們也會幫你寄回原廠 不過你會多付一個水貨處理費用 這是原廠一定要收取的 而且水貨你沒有辦法去詢問 飛行器有任何問題 你要怎麼去排除 因為畢竟我們經銷商是有責任 告訴我們的客戶啊 然後飛手啊 他要怎麼去操作這個東西 遇到的狀況怎麼樣去排除 這個是很重要的 如果是我們人為因素造成它損壞的話 那所有的維修就是要付費維修了 那這時候你如果買care 那就真的合勝了 為什麼呢 因為一年裡面有兩次自換的次數 那對你來說就會比較便宜 方便而且維修速度也很快 那這樣子的部分 對飛行器還一般使用人 是有很大的保障 因為care大概就是飛行器的十分之一的價格 從我們一收到care的這個機型 然後去做care的申請 到回來 大約是在七個工作坊以內 就可以拿到一台整心機 或是全心機 這樣子對客人來說是比較完整的 那對您來說的話 就很方便啦 就有一台新機可以使用 差這麼多喔 那現在買care的話來得及嗎 我們透過這個台灣送修的方式回來 他會換一台整心機 或是全心機給你 那都還是沒有激活的 拿回來以後 你就可以再重新買care 有沒有這上面有寫 這個部分就會比較清楚一點 那你那時候就仍然可以 可以享用care的這個服務顏色這樣子 那對您來說花費比較少 早知道當初就多花一兩千塊 用care就好了 這種 配來配去的東西好像真的很容易用不到 沒錯啊 花小錢就可以省大錢 這個就是care的精神 那你所有的後續服也會比較完整 大概是建議你這樣 那如果說真的報價太貴的話 其實他現在有第二代出來 會比較不好一些的樣子 那先看看他原廠報價是多少 你再決定要不要做 還是要滿新的東西 這樣 那你幫我介紹一下命令座 好 那我們等一下先去那邊看一下 好 還有最新的機器 這台是你自己原本的嘛 那因為這個現在我們已經出了第二代 第二代的話其實他可以開4K 這是很了不起的 然後呢 那聊空機也換了這一種 這一種的話 就大概就 不到期間